世界上最危险的石膳大门,第一名千万不要打开,门可能意味着安全,也可能意味着未知,探寻门后的世界是一些人毕生的梦想,然而,这个世界上其实有数不清的大门从未被打开,他们尘封的几十年甚至上千年,有些是找不到打开的方法,有些则是出于种种原因不可打开,这些沉默的大门将一直守护门后的秘密,直到秘密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今天地球情报局给大家搜罗了石膳全世界最神秘的门,一起启程探索吧。 第十名天花病毒密室 天花是一种致命且高传染性的疾病,在人类历史上已造成上亿人死亡,天花会让人感觉疼痛,患者全身会长满充满农业的皮疹,最往往会因器官衰竭而死,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可怕病毒是可以被预防的,通过接种疫苗,天花的发病率和感染率大幅下降, 1980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成功消灭了天花,这让天花成为了最早被彻底消灭的人类传染病,同时这也让天花成为人类了解最少的病毒之一。 然而,直到今天,世界上依然保存着天花病毒,它被安放在了美国亚特兰达的疾控中心,以及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国家病毒学研究中心。 作为对病毒的研究使用,如今的人们早已不再接种天花疫苗,所以一旦这两个实验室中的一个发生样品泄露,天花病毒会再一次肆无忌惮地攻击人类,曾经的可怕历史将会再次重演,希望这两个地方的样品窟大门永远不会被打开。 第九名,秦始皇陵。当罗马帝国陷入动荡时,古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皇帝,他即位后,就开始着手在中国陕西省离山北路,修建自己的陵墓。 这座陵墓共征寄了72万人力修筑,人数最多是甚至接近80万。 这个陵墓中收藏了无数奇珍异宝,还有超过8000尊独一无二的兵马俑。 护卫帝皇前往另一个世界,经探测,秦始皇陵地攻略有按比例缩小的山川大河,无数的夜明珠化作天上的星岛,而水银则成为了地上的河流,各种强弓静怒河。 机关陷阱在岁月中和,这个皇帝一同沉水,受限于目前的科学技术。 像在不破坏陵墓的情况下,打开秦始皇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伴随着这扇紧逼大门的。 还有几千年来树枝不尽的盗墓贼尸体,这有无愧于他中国第一胸墓的名号。 第八名,尸身人面像密室。 你或许听说过尸身人面像这个名字,和金字塔、穆乃伊、尼罗河一样。 他成为了埃及的代名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体雕塑。 他高66英尺,宽62英尺,长240英尺,头部是人的样子,但身体却是一只狮子。 根据科学估计,这座建筑建于4500年前,在探测器的帮助下。 研究人员在地下25英尺身的地方,发现了两个矩形的地下室。 就在尸身人面像爪子的正下方,有人认为,这些密室内有神秘的打听,以古代卷轴的形式,保存着生命本身的知识。 甚至有人认为古埃及人设法记录了亚特兰蒂斯的历史。 可惜的是,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些猜测的真实性,而且密室的入口至今没有被找到。 埃及当局似乎也不希望,有人能进入到这两个地下密室之中。 第七名,菲尔蒙班夫温泉酒店873号房门。 菲尔蒙班夫温泉酒店是加拿大最美丽的酒店之一。 它于1888年在加拿大的洛基山脉中建成,是豪华的度假圣地,并且很快就赢得了洛基山脉城堡的绰号。 但是几十年前,在873号房间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名男子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然后自杀。 虽然后来这个房间被重新翻新,但在那之后,这个房间的客人都不断被尖叫声惊醒, 墙上的血迹总在清洁人员清理完后,又离奇出现。 年幼的孩子莫名其妙地独自在大厅迷路,关于这里的超自然现象的传闻越来越多, 以至于酒店不得不对这个房间进行了永久性封锁。 第六名,太极灵的地下室。 世界著名的太极灵在印度,他熟悉的白色圆顶设计,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照片里。 但有人认为太极灵的美丽只是表象,这个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 沙迦汉于1631年开始建造太极灵,以此来纪念他深爱的第三任妻子。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19年,但他在生下第14个孩子时去世了,沙迦汉对失去挚爱感到非常伤心。 他决定建造一座宏伟的灵墓来纪念他,沙迦汉动用了一千头大象和两万个修灵人。 用了20年才建成这座世界奇观,但令人奇怪的是,地下室有几个房间在建成后就一直封闭,至今从未有人尝试打开。 据说打开这些房间会导致空气进入腐蚀内部的大理石, 从而导致周围的建筑我坍塌,也有人说这些房间后面存放着沙迦汉的妻子,无论如何,门后的秘密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能得知了。 第五名,马丘比丘地下灵墓门。 马丘比丘被称为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据当时的都城库斯科120公里,坐落在安提斯山脉最难通行的老年峰,与青年峰之间陡峭而狭窄的山脊上,海拔2400米。 在印加雨中,马丘比丘,意思是古老的山巅,这里有200座建筑,包括神庙,房屋,仓库和一些公共设施,他们都有切割整齐的石头启程,而这些切割整齐的石头建筑,正是马丘比丘留给世界的未解之谜,在马丘比丘的地下。 存在着还未被发现的灵墓和洞穴,系统探测显示内部存在金属反应,可能是黄金或者其他宝藏,但是这些灵墓和洞穴的路口,却不知在何处。 毕鲁人担心如果考古学家破坏了马丘比丘的地面,这个神圣的地方就会被亵渎,于是拒绝给予他们挖掘许可,马丘比丘地下灵墓大门,可能会一直这样关闭下去。 第四名,昂卡洛和废料厂大门。昂卡洛和废料厂大门位于芬满,里面存储着高度危险的核肥料,这些废料在数千年内都将放射出着致命的辐射,淡水又能保证这些花钢岩基岩可以数千年如一日地封存着这些核肥料,我们只能希望这个核肥料厂大门的钢铁大门,能够永远地关闭下去。 毕竟谁也猜不到,几千年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懂英语的倒霉蛋,莫名其妙地打开这些大门, 到时候迎接他们的或许只有死亡。 第三名,巴伯罗埃斯科巴的保险箱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哥伦比亚大毒枭巴伯罗埃斯科巴,因为走私可凯因获得了名利,财富和权利,但他的好运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1993年,他在家中被警察枪杀,住宅也被法院拍卖,拍下这个房子的企业家,偶然间发现了巴伯罗埃斯科巴留下的一个巨大保险箱, 然而在保险箱被打开前,他就被偷走了,而且至今仍不知所踪,所以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保险箱门的背后到底装着的是什么。 第二名,普雷斯顿银行金库保险箱门。 在英国兰开下军的普雷斯顿镇银行内,有一个传言,一个价值连城的人造鸡蛋,就放在银行某一个保险箱内,这个鸡蛋由黄金和宝石制作,曾属于俄罗斯皇室, 后面被一个叫迈克斯·维尔·维尔科克的间谍带出了苏联,并且保存在普雷斯顿银行的保险箱内,以今天的价格计算,它的价值将超过3800万美元。 维尔科克死后,他的家人迫切想打开这个传言中的保险箱,但是维尔科克并没有说是哪个保险箱,也没有相应的授权, 于是银行拒绝了他们一家的请求,这又将会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团。 第一名,帕德玛纳巴斯瓦米神庙的第六山门,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有一个关于宝藏,古老秘密以及死亡阴谋的真实故事, 帕德玛纳巴斯瓦米神庙,是供奉印度教神灵皮士奴的教会圣地,这座完全镀金的奢华寺庙,建于十六世纪,因为藏有巨量的古老宝藏而闻名于世,根据传说, 在数百年以前,印度曾经的最富有家族特拉凡科尔皇室,将他们的巨额财富,全部藏在了寺庙底下的六个密室之中, 直到201年,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对寺庙的财政进行审计,工作人员要求寺庙将这六个密室全部打开, 政府的这个行为遭到了宗教领袖的强烈反对,他们警告说,这是对神灵皮士奴的严重不尊,将会引来毁灭灾难, 尽管如此,在政府部门的一再坚持之下,这几个神秘密密室还是迎来了数个世纪以来的首次开放, 当人们将六个密室中的五个打开以后,眼前的场景震惊了所有人, 密室中有着1200多根长9英尺,重2.5公斤的金链, 三个黄金皇冠,仅一吨重的黄金饰品,钻石,古董珠宝不计其数, 还有17公斤东印度公司的金币,18枚19世纪出拿破仑硬币,重量超过一吨的金币, 金氏以及一只黄金制成的小巷,保守估计,这些金银珠宝的总价值,至少有220亿美元, 而当审计人员想要打开最后一扇密室大门时,寺庙祭司和费托学者再次出手阻止, 他们宣称门上巨大蛇形意味着严重的不幸, 一旦你强行打开的话,将会有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而在那之后不久, 这些曾经打开前五扇密室大门的政府人员,竟然离奇死亡, 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人,敢去触碰最后一扇金库大门。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不知道以上这是个最神秘的门,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了?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